欢迎收听俞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载之天下》 请听第532集 因为自己依靠格物收获了可以免疫添花的牛豆 再加上桂窗丛潭的父子 肯定能引发一股对自然科学的流行性的热潮 只要趁热打铁 当能将根基动摇的气血给稳定下来 天子并没有让韩刚多等 他的差遣很快就被定了下来 只是结果让韩刚很是惊讶 卸下京西转运史是在情理之中 但转任的执司却是群牧史 同管天下马正的群牧史 该不会是前两天在从政殿 拿来做比较史给天子的灵感吧 韩刚惊讶之余不禁这么想着 群牧史为群牧司长官 专领本司公事 大事与群牧制制史 此一职位由疏密史或副史或同签 疏密院公事监长 现在做兼职的是吕公柱 一同签署 小事遣副史处理 于事专决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官职 与掌管财政的三司是平级的中书机构 并不归于中书门下管辖 许多时候担任群牧史的官员 还能兼一个汉林学士 与参支正事只是一线之隔 现任参支正事的原将 就是从群牧史任上被提罚上去的 当时他便兼着汉林学士一职 这是一个很轻松的衙门 在新法将手触探到马正之后 许多的原本属于群牧司的职权 转到正式堂的手中 使得群牧司只剩下监察猪马奸 和掌管查马护士的权利 这也是一个很有油水的衙门 三班吃香群牧吃粪的俗语 就源自于可以贩卖粪肥 充做小金库的群牧司 不过群牧史这个职位 并不是很有权利的位置 渔士专掘中的渔士 基本上可以解释为无事 大事是疏密史屡公柱来处理 韩刚签个名画个压就可以 小事是群牧副史的职权 韩刚签个名画个压也可以 至于于是如果有的话 基本上就是签个名画个压就可以处理了 所以说夹心层的官不好做 进冰箱了 韩刚想着 但胜在轻松 他倒是蛮高兴的 同群牧史 韩刚再败起身 接过诏书的时候 发现宣赵的石德衣脸色有点尴尬 上来道喜时 说话也不是很流畅 他的反应自是有所缘由 群牧史和同群牧史 仅仅是加了个同字 意义则大不相同 这是进士和同进士的区别 也是夫人和如夫人的差距 本来听宫中传出的消息 韩刚还以为自己能替代担任 现任群牧史的韩震 谁能想到 却是与韩震做同类似于 伴奏回声影子的同僚 当真只需要签字画压了 想想也是 群牧史一向兼任疏密都城旨 眼下天子打算将自己亮起来 难道还能让自己在书密院 占个位置吗 群牧史还有余事可决 又在书密院兼差 但没有兼职的同群牧史 基本上就是跟公关史一样的贤职 看来天子是一点事都不要自己做了 抬眼看看时得一 天子尽是忙忙慌慌的 说了两句恭喜的话 便拿着洗钱向韩刚告辞 石得一换作给其他官员宣照 绝不会有现在局促不安的 可韩刚不一样 实实在在的先佛传人 怎么看都像是星君转世 对于他们这些身体不全的中官来说 很是有几分类似于面对宰相时的畏惧 原本议定的韩刚职位真的是群牧史 可今天智书一下就变成了同群牧史 根本就不让韩刚有再立功勋的机会 不到三十就已经是当事有数的名臣 不论在什么职位上都能做出一番成就 眼下还有献上众斗法的功劳没有赏赐 同时朝中又有在河北兴修轨道的动议 到时候还要将首唱之功追到韩刚身上 天子不是不想看到韩刚立功 但要是他再立功劳怎么解决呀 韩刚的官位不能再升了 不做过一任载职 本官升到建议大府 基本上就已经到了顶 就是用爵位、识意、散官、简笑等空闲来赏赐 也是很麻烦 韩刚不急而立 就比得上那些辛苦了几十年的老臣 就等于给日后留下了一个先例 让后人可以钻空子 到时候想钻空子的人 不会提到韩刚的功劳 只会看到韩刚的年纪 石德一其实也为天子而感到头疼 韩刚留在京中怎么都不好安排 可为了六哥还不能将他往外地打发 宫中都有说法 过一阵子就让韩刚去资善堂兼差 石德一匆匆忙忙的走了 韩刚毫无介怀的与驿站中前来官里的其他官员打了招呼 笑着回去修改写好的谢表 原本是为了感谢天子赠以群牧师的奏表 现在得改成群牧副使才行 接下了同群牧使的任命之后 韩刚不是急着上任 而是派人去香州接家眷 又派人去开封府找房子 就跟宰职和三思使这样的高官一样 群牧使也有固定的宅邸 任职之后就可以搬进去 而同群牧使只有可怜的去租房子 官员上任一般都有期限限制 需要在这个十县内就任 对于身在京城的韩刚来说 他十五天内到任就可以了 既然天子赵虚安排了这么个职位 要他不要做事 自然就赶在最后一天去押蜀 在需要体察上情的时候 韩刚一向会变得很知情识趣 在城南邑住了两天 开封府那里披了一间 带着七八亩厚花园的宅子来 说是太祖一脉 由秦康慧王的三子永平侯传下的宅邸 因为王安石改定宗使法 出了五福的宗室 不再享受官职绝路 这间宅子就被开封府找借口给收回了 空了一年 正好安排给王安石的女婿住 比起旧时韩刚担任 判军期监时的三进宅子要大得多 房子很旧 又是空关了一年 草木丛生 灰尘遍地 不仅仅要打扫起来 许多地方还要修理 按照惯例 开封府安排了二十四名兵族 来府上听后使唤 韩刚就让他们先将主屋打扫出来 自己好住进来 房子有了 韩刚接下来忙的倒还不仅仅是自己的事 闭门谢客的张纯那里 韩刚让人捎了封信 说了些安慰的话 尽一份心意 接着韩刚没有去见他的顶头上司吕公柱 而是去登门拜访王规 他有事情要求当今首相帮忙 以韩刚如今的声望地位 纵然是理觉百聊的王规也不能慢待 很快就将韩刚迎进了会见亲友的花厅中 听了韩刚的来意 王规问道 这个吴言就是当年举荐玉坤里的人吧 正是 韩刚为不一时 是三人同见 王资政张团恋 接下来就是吴通叛 当时他正在巡武军节度判官任上 韩刚拜访王规正是为了当年帮了他大忙的吴言 吴言算是很落魄了 如果当年他没有站错队 没有疏远王勺 能辅佐王勺攻取何谎 光是那一份功劳 如今好歹是一个上周之周 加上王勺之后升任疏密副使 作为王勺的旧班底 不论是在西河路任官 还是跟着王勺入京 甚至只需凭借参加过西北战士的资本 就能在官场中飞黄腾打 天子有开疆拓土之心 拥有军事才能和经验的文官 永远都比普通文官升得更快 但吴言做错了选择题 应该属于他的机会给了别人 韩刚姑且不提 就是当年听从他指挥的王顺臣 只是一届兵族的赵龙李信 乃至仅为一衙内的王后 如今都是高官显幻 镇守一方 而吴言 近十年过去了 他现如今还仅仅是个下周通判 想要再往上升 得一年年的熬着时间 这叫魔刊 这才是底层官员的现状 选人转官艰难 而经官入朝官也不是那么容易 金字塔状的官场构成 每向上一步 几乎都要经过一场不见邪 却同样惨烈的厮杀 要与无数同列相竞争 如果没有一个底蕴深厚的靠山 想多走一步都不可能 以吴言的情况 他这辈子做到织军就到顶了 不过韩刚对吴言旧年的帮助 感激甚深 若非有他指派了王顺辰护送 韩刚极有可能 躲不过陈举接中而来的攻击 之前吴言远在怀左任官 韩刚无从相助 正好吴言如今上京 虽然他本人太重脸面 没有登门 但韩刚从城南义那里听说之后 再情再理也得帮他一把 玉坤当真是念旧情啊 王规笑赞了一句 接着就爽快给了韩刚一个肯定的答复 后生思中光是一个判官的确不够 多谢相公 韩刚起身 拱手行礼 他是真心感谢王规 如今天子有心振作 朝中要仰仗玉坤里的地方还很多 王规是三指相公 对天子来说这样听话 明世里的宰相 的确很好使用 但到了面临危局和战乱的时候 能力就要考虑在前面了 天子有意对西夏开战 王规必须主动参与其中 掌握足够的资源 否则天子肯定是要在开战前 换上一名到两名更为合适的宰相 从西宁三年开始 王规就进入了正式堂 九年载职 这个时间长得令人惊叹 但也代表着天子随时有将他换掉的可能 能坐满十年载辅 在立国以来的一百多年里 屈指可数 王规需要表现出自己的能力 取得让人信服的功绩 不仅是为了将眼下首相的位置坐稳 而且更是为了准备在离开巷位之后 能够更顺利的卷土重来 韩刚和王规都是明白人 互相皆有所求 坐在一起 反而不用云山雾罩的兜圈子了 天子欲用兵于西夏 以如今大宋军力 当能轻易取之 但辽国动向不明 一旦开战 河北河东 或会变生走夜 玉坤 可有已叫我 料敌存宽 要用兵西夏 必须得将辽国一起算进来 纵然辽国一时不敢难亲 但在河北边境上 囤积二三十万大军 不是不可能 甚至可以说是肯定会这么做 所以要修轨道 韩刚点头 河北军力主要在三关部防 大明府和开德府也有重兵 不过挤出兵力分散 辽军一旦南下 必时就须 当为其各个击破 不过一旦有了贯通河北南北的轨道 大明府和开德府 乃至京城都可以轻易潜并支援 若河北能以更胜辽人的速度 在三关聚集起大军 想必辽主和魏王 也得重新考虑一下 火中取利的后果 王规想要的是胜利 不是辽国入侵后的替罪羊 轨道的好处显而易见 这修路的人选 还得玉坤你来推荐呢 李介在营造之事上是奇才 下面的一杆工匠也都听他的吩咐 相公可以将食物交与他来处理 另外遣人居上铜管便是 韩刚停了一下 不过有件事 韩刚当先禀于相公 七百里和六十里完全是两回事 铁木石子 这些建材要及时运到 七百里河北轨道的勘查 营造转运修理 更是前所未有的难题 一点意外 很有可能要用上比预计的时间 更长的工期呀 王规杂舌 要不是玉坤新手群木司 要我就将你绑到河北去了 韩刚发现王规有个好处 他能放下宰相的架子 该开玩笑就开玩笑 该恭维就恭维 当然 这也是韩刚的身份地位到了 尽管王规理觉百聊 但韩刚已经差之不远 怎么说 他都已经是金字塔上最顶端的一群人中的意愿 见面时都要给份脸面 韩刚已经是实打实的重臣了 敲定了无言之事 韩刚从王规府上告辞出来 没有回府 而是往开封府衙走来 他打算趁机见苏宋一面 只为他给自己挑了一间好宅子 韩刚就得好声地感谢他 只是苏宋现在是因为陈世如弑母案 而焦头烂额 而且这件案子还牵连到吕公柱的身上 又有菜雀搅浑水 难哪 苏宋摇头叹息 整个人仿佛老了许多 精巧的家宴设在开封府的后园中 全知开封府 一边给韩刚倒酒 一边大杀风景地说着案情 陈世如当真弑母了 韩刚还是不敢相信外媒的传言 应该是李氏沙姑吧 弑母千年之后都是稳稳的死罪 而眼下更是被父母告了不孝 一律可以将儿子论以死罪的大宋 以孝治天下 将三纲五常视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铁律的时代 侍母可是十恶不赦的重罪 跟造反一个等级的 相对而言 造反还能博得一些人的同情 而侍母就只有鄙视和厌恶 反倒是媳妇杀婆婆还好说些 本来我也是不信的 苏宋摇着头向韩刚介绍着案情 陈氏儒是仁宗朝的宰相陈直中的独子 案发前以国子博士的本官 在江南的太湖县做支县 他的妻子被家仆首告缩始逼女 用铁钉追杀陈氏儒之母张氏的李氏 是李中施的女儿 而李中施之妻吕氏则是吕一俭的孙女 吕公柱的侄女 李氏自然也就是吕公柱的外侄孙女 陈氏儒在太湖县任官 而他的妻子李氏 跟绝大多数官患人家一样 留在京城的家中侍奉旧姑 陈直中早已不在人世 李氏侍奉的是陈氏儒的生母张氏 也就是本案的被害人 被杀的张氏是陈直中的宠妾 性格暴虐 几十年前在京中就很有些名气 使人仗死 十三岁的婢女迎儿是他 逼死另外两名婢女的也是他 一个月死了三个人 当初这件事情闹得很大 御史台接连尚书 陈直中也被霸去相位 而在陈直中死后 仁宗亲自安排张氏 入寺庙中修行 直到陈氏儒成人方从庙中隐回 不过没有多久他就死了 陈家报的是病死 而后陈氏儒钉由回京 但案发之后经过查验 张氏是被人谋杀 先下毒 而后用铁钉追入心中 那出手的仆人 说李氏吩咐下来 博士一日持丧 当厚赏如备 听起来倒像是唆使 但奴仆七主的事情太多 这话一开始 我是不信 张氏待奴仆刻薄寡恩 又有西年旧事 死于仆臂之手 更对得上 但之后审问陈家家人 却发现整件事 的确都跟李氏有关 陈家上下的仆臂 都收了赏赐封口 而出手告官的这一位 只是因为赏赐分配不均之故 才奋而站出来自首 好 原来如此 这还真让人想不到 吕家怎么出了这么蠢的女儿 她是李家的 苏宋更正道 李仲师手段也挺厉害 当年逼得韩国公全家 缴免刑浅 再厉害也是教女无方 而且这件案子不仅仅是李氏 陈世如也脱不了罪名 应该不可能吧 韩刚不信 诉讼前面都已经明示 他有证据 但从情理上推断 总觉得有几分让人疑惑 李氏唆使逼女杀孤 有人证 有物证 口供虽然没有 但迟早能审出来 只是陈世如 他被牵扯进来 就有些奇怪了 陈世如没有必要为了回京而拭目 想回京直接抱并请辞就可以了 有的是人等她的位置 而李氏 想要让丈夫回京 就没有别的理由 除非能说服陈世如 否则就只有让她盯邮才可以 苏宗微微一笑 笑容还是脱不了苦涩 那依玉坤里的想法 这个案子的真相该是什么样的 应该有人要将水搅浑 闹得现在 外界对这件案子的称呼 已经不是李氏沙姑案 而是陈世如侍母案 但不管是李氏沙姑案 还是陈世如侍母案 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 只怕是相装舞剑 意在配供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 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532集 欢迎继续收听 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533集 《载之天下》第533集